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发声明 决定由公民和政治工作退下来 2月已经满80岁的陈方安生 在声明里说 很久之前答应过子女 满80岁就会由公民和政治工作退下来 国家为平静的生活 又说最近个女儿突然离世 对她是沉痛打击 要时间空间哀悼和复原 也更珍惜和家人共聚天伦的时光 陈方安生1962年毕业之后加入政府 是第一位女政务官 也是首位女部政司 我仅此宣誓 见证香港回归 出任首届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 到2001年提早退休 天下无不散之言证 05年陈方安生高调参加 争取普选大游行 有需要香港市民有需要 是站出来对民主的诉求表达清晰一点 两年之后出战立法会 香港岛地方选区补选 击败叶楼淑身议会 但任期只有几个月 之后的换届选举和补选 她都有为同区的民主派候选人拉票 陈方安生曾经被海外传媒 形容是香港铁娘子 也是香港的良心 去年年初 和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到美国 她先后和副总统彭斯 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会面 谈到香港的情况 被内地传媒批评告洋葬 是禍港四人帮之一 今年央视记录反修例风波的专题片 陈方安生被点名为极端暴力分子 和西方反华势力的中间人 陈方安生在退下的声明说 会一如既往以香港为家 希望年轻人对前途保持希望 以守法和和平的方式 守护这个城市的核心价值 母丝电视记者 郭永恩 报道